如何能在一生当中让你的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 这是功夫 这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看破方向 看破说了解事实真相 了解我与诸法都不可得 为什么应免所存法 里面没有长没有矣 长根业在哪里 长根业在自信里 自信是真相 自信是业 这个业就是 并伐界虚空界是一体 所以无论是心理现象 我们动个念头 物质现象 诸位要晓得 物质现象的存在完全是波动 它要一不动物质就没有了 物质现象是个波动现象 物质的波动 跟我们念头的波动 这一动 并伐界虚空界 全都到了 欢迎观上将的周边云发解 一动就都没关系 我们这个身体 是一个发射器 我们身体的细胞的波动 我们思想念头的波动 并伐界虚空界 通通受到 你的念头能门过人吗 不可以 不能 静念 远念 善念 窝念 全都知道 我们这个身体 同时也是接受起 变法界虚空界 所有一些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它们齐心动念 我也统统接受到 可是问题呢 我虽然接受到 我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这是什么 这是机器有了故障 不是你没接受到 是有故障 我们没有反应 谁没有故障 法身菩萨没有故障 祝佛如来没有故障 他们全想到 哎呀 我们做许多错事情 他怪不怪 不会 为什么不会 也提 就像我们不小心 牙齿摇到舌头 把舌头摇破 舌头会不会怪牙齿 要不要报仇 不要 为什么 也提 也提里面 生的这个爱 叫大慈大悲 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无缘是没有条件的爱 祝佛如来 发生菩萨 对变发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 情与无情 平等的爱 无条件的爱 凡夫 反复不知道 同体的爱 所以我们干再错 错的事情 只要一回头 佛陀佛山立刻就出现 就来报仇 就那么亲切 向父母 对子女 佛陀佛陀佛星 从来没听说 惩罚过人 没有 人造 做错事 多得山屠 那个山屠 是为自己变现的 自作自受 不是菩萨变的 也不是上帝变的 也不是鬼神变的 于是任何都不相干 自己变的 就像你做梦里 做噩梦里 你做噩梦 谁跟你说 不是外面力量 自己变的 所以三徒六道 统统是自己变现的 天堂 善念变现 地狱 我念变现 离开善悟念头的时候 天堂地狱统统没有 大臣经里面 给我们讲的 诸法真相 明了之后 我们就晓得自己 应该怎样对自己 就跟佛道相应 要是唇邪成窝 那就跟地狱相应 全在自己 不在别人 谁都跟不了 佛不是用这个来劝募 不是的 你这样想的话 你完全不了解 佛从来没起行动 所以根本没有分别之处 佛帮助众生 只是把事实真相告诉我 我们能信能解 就开悟了 就去悟了 谢谢大家 还不存心 我应该在这边 有一点 我应该在这边 没错 咱们 都要 煞